第四節 回到第三節 《地獄》的問題 司法宗元有講過 在唐朝的時候 有個畫家 畫出來 這位是吳道子 中國的 目前最大都是他 有些近乎 我們以前在其他 另一次節目講過 在荷蘭的Bosch 那個是畫了地獄出來的 即是說地獄在西方 都不像一個畫 但以Bosch 就最細緻 不過是異境 但未必是受苦 裡面不是很多人搞事 Bosch那個 這個地獄圖像是怎樣來的呢? 據我所知 在吳道子之前 其實是沒有人畫過的 他少畫 有傳說 在唐朝之前 有個人畫過 他就拿了那個做靈 但如果我們在歷史上 看到他真的畫出來的 就是他來的 吳道子最經典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唐朝人 還有他有兩個 關於地獄的人物 他都畫了出來 到今時今日 就變成了一種 文化裡面都常用的 一個就是中葵 中葵的樣子 另外就是那兩個門神 都是他畫出來的 他畫出來的畫像 就是他畫出來的畫像 做一個依依具 來拍攝出來的 在那時候 已經肯定到 在唐朝的地府文化 都已經很出名 很刺激 很刺激的 刺激到 就已經不是真的 不討論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皇帝 看到有鬼搞 兩個 一個就是唐太宗 一個就是唐元宗 這個要講講 但在說之前 就要介紹一下 即是不到他本身的身世 他應該是孤兒 也沒有怎麼讀書 就跟了人去學 最先是學書法 但學書法就不太能講 接著就改學畫畫 那學畫畫 一畫即點 聽說他畫得相當快 但那個 那個響朵的 是甚麼呢 就說唐元宗 看到一隻鬼 是 他就不知道 是小鬼 不是 這個大鬼 這個鬼就說 他自己是宗葵 那個不是 幫他捉了 那幾隻小鬼 捉了 那隻大鬼 對 大鬼捉了 是小鬼 告訴他 是宗葵 是一個落地的舉人 專除天下妖孽 醒了之後 就找吳杜梓 畫出來 就告訴他 是怎樣 就叫他畫出來 即是第一張通緝的照片 即是皇帝 記得那個形 就畫出來 即是 畫中葵的樣子 那他一畫之後 咦 唐元宗就很奇怪 就是 為何你畫到 我真的看到那樣東西 因為他講了 他的樣子是怎樣 和他穿甚麼衣服 雖然是怎樣 然後他在煩空上 他在煩空上 但劃一下 就發覺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 好像靈感好像不行 即是沒有很燙量 與此同時 有一個人 就在京師道 開始很出名 叫黃埔襯 聲昏逆診的車字面 盧道子傳說很妒忌 馬胸殺了他 馬胸殺了他 不知為何 突然在諾陽 即是一個字裡面 他畫了一幅地獄便 這個字應該叫景雲紙 他畫出來 全部人很害怕 因為跟人想像之中的地獄很接近 大家都覺得這個應該是地獄 於是他又是再成分明 而且那個子鄉火很定盛 還有傳說是陶夫看了這個壁畫之後 連陶夫也不做 放下陶燈 我又不知道歷史上是否真的發生過類似這件事 但這是一個傳說 實際上一講吳道子 我們學畫畫的人 尤其是我們華人 學吳道子的形神論 是最好的 因為他對造型的設計 以及他用的筆法 到今時今日 我在北京白雲冠那裏 就見到一張 他們都講說 疑似是吳道子的一個真跡 應該就不是了 我不理他是不是 你聽我講 那是一條龍 在一個魂墓撲出來的樣子 他說疑似是吳道子的那個人 現在都在考慮 那如果不是吳道子 那也很厲害 因為你會看到 那個水蜜的控制 還有那條龍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畫龍的樣子 許許如生 因為我們沒見過龍 但他那種活靈活現 就讓他看到 哇 這種就叫神似 他未必是真的這樣 但他抓到那種形 而那個形在裏面 令到你心心一看完之後 抓住他 那他是不是吳道子的真跡 因為現在吳道子的真跡 有很多 比如八十七神仙卷 都是再翻畫出來的 或者是那個叫做洗冰桃 好像有一隻 哇 那個是很棒 但那個也是一個叫做 再冒回來的一個版本 那如果那個是真跡的話 無論他是否真 都好 你會看那個 我想現在你上去八圍館 可能你有行都會 他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那你會看到那個 大家不妨去看那幅畫 很厲害的 他畫了這個地獄變這幅壁畫之後 原來那些人 以後都不敢做壞事 即是看那幅畫的人 有部分人 因為覺得地獄很恐怖 全上這樣說 但這件事沒有 有個尾巴 有個和尚叫廣少 一是禪師或是和尚 看了之後跟他講 不道知你畫得那麼像 你一定下過去 那好像暗示他 因為曼凶殺了那個人 之後 他自己下過地獄 不奇怪 不奇怪 我是一個寫十派 寫新的大師人 所以很多人就懷疑 譬如說這些人 他看見這些東西 就不是純粹他想像出來 是他真的在眼前浮現這些影像出來 所以畫得到圖畫出來 將他形象 整個用畫畫出來 究竟地獄是否這樣的樣子 其實我們有一個看法 因為他基本上 可能他真的落地獄也不奇怪 但落地獄 然後將他畫出來的時候 都是經過一個過濾的 因為如果你想 你進入那個地獄的時候 那個地獄未必會有那麼多 現在的形象法 就全部變得出來 第一 你會發覺 我們中國的地獄 跟西方的地獄有一個最大不同 是什麼呢 例如你看Bosch的 最不同的是什麼呢 就是獸型的人 是有穿衣服的 他不會全身赤裸的 但是有時候你會聽那個 或者看文字的紀錄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赤裸的 何解當他畫出來的時候 他會變成那些有衣服 也很多人都會考慮 究竟在地獄的人 當你受苦的時候 他有沒有衣服 你猜有沒有呢 我猜是沒有的 第二 你猜 他是不是還帶著這個形 在那裡 基本上 當你去到那個意識的層面 裡面 形態 其實斯馬先生 他這本書 他都很厲害 他都提過出來 那裡 是其中一個界面 我覺得很多時候 研究中國文化 雖然你會看到 他很通識化 但是他已經碰到 一個很深入的層面 他說 是其中一個界面 當你變成了人像畫 表現出來的時候 他畫多畫少 他會經過一種過濾 第一 他要傳這幅畫 有一個叫做警示的作用 警示作用 我不需要寫實 給他一件衣服 免得有些人 有某些人 他可能會看到 裸體 他不是受驚 他突然間迷惑 那時候 就變成了 畫那裡 就出現了另一個 反效果 但是 現在 據說 這些畫形 其實是沒有上色的 不過 後來 後人 根據這些形象 應該是第一次做出來 後來 就去畫了一些 關於地獄的圖像出來 我們有幸 當年 這個虎豹別墅 未拆之前 就差不多 應該是那些東西 是 好像現在 還有些東西 留下 他裡面 將他用一個 叫做浮雕 再將他 呈現 你會看到 他裡面 表達到 民間 或者那些 畫師 畫衣畫 那時候 他的作用 就是 想讓大家 知道 一個 我們 裡面 傳統說的 叫做 這個世界 用形象化 做出來 就是這樣的 模樣 而這種模樣 這是87神仙卷 年輕人 就是要冒 這些 不是很開心 尤其是 吳道指的畫 有很大的作用 這就是 先化中原介紹過 我們為何會有地獄的概念 而不是 我們一生出來就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演變的過程 有人最初說出來 其實在之前沒有 沒有地獄的概念 但到佛教傳入之後 開始有這個概念 而佛教也不是原本的概念 應該是來自拜火教 但是 講講一下 但這獄是怎樣都沒有人知道 是 大家互傳 但是不知為何吳道指 就畫了出來 吳道指畫了出來的時候 在正統的歷史書上 沒有解釋過 就是他因爲什麽而畫 他透過什麽參考畫出來 還是他自己想出來 不過有故事是說 是因為他馬虹殺了人 所以他就見到 因為感受的情況 就落去地獄見一次 這件事 在一本書的醜羊雜嘴 是斷成色 這本書 其實我們將來有機會 我們都會講一講這本書 這本書 是很難講的 是很厲害的 是 他搜集了唐朝的時候 他見到聽到的一些異文 是 我們通常如果講那些 叫做妖兒的故事 唐朝已經出了筆記 那些筆記裡面 六朝之快小說 是很厲害的 因為那種你一看的時候 他那種害怕 是很深遠的恐懼 那種恐懼 譬如你也有看寮齋 或者我是很純相的月微草唐筆記 那些都已經是去到明清的時期 那些科學精神稍為強一點 還有他已經是巨像化了 有很多已經是進化了很多 而唐朝那些是完全不記形式 即是很簡簡單單 那他碰到的那個 令到你聯想的空間更加寬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去看鬼故事 還有我想施默先生也有很提及 唐朝那些自怪的筆記 你剛才提到的就是 是寮齋和月微草唐筆記 他提很多 他提很多原因是 這本書《湖邊》 這本書是其中一些 他裏面記錄的東西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當時說 我們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 他說在他們居住的地方 所有人都知道有狐仙這件事 他在每一間古屋裏面 其實都有狐仙 這個在甚麼地域會有狐仙呢 他就說北有狐仙 南有五通 五通神 所謂北和南有分別 是長江以北 狐仙的信仰是很少過長江以北 長江以南 換言之我們沒有狐仙的 有南下 但都知道他在上面下來 要不去日本 要不去韓國 最後九尾湖去了日本 他最精彩的經歷 他說他自己親身經歷 所以要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他小時候 他家裡傳說 後面有一個糧倉 他很頑皮 他家裡叫他不要去那裡 總之有些人在 你不要進去 他有一天 自己中進去 他中進去 他假裝製工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 他跟製工好朋友 他說如果有狐仙 你們出來 我全部都不怕你們 要拍照我之類的 突然間他發覺 周圍的事情變 還有好像有些人影 但他沒有害怕 他沒有害怕 現在這個就是後面 他重述那個經歷 就是這本書 《胡編》 這次的節目 你說這個節目 就說他可以把自己兩個眼珠拿出來 例如我們現在有兩副眼鏡 他拿出來之後 跟著可以周圍看 不是純粹拿那個眼珠 是還有兩條根扯著 但他覺得不要痛 完全沒有事 可以拿出來玩 這個是幻術 這個已經是 胡仙的幻術 是嗎 那他跟著 他媽媽進來 但是他怕 為何你畫了自己的眼珠 馬上叫他放進去 那他就放進去 那他就 兩個都 咦 看到真的有些幻術 後來他老爸說 他說他老爸是專門研究胡仙 其實有本筆記 他老爸說 就好像紀錄說 是幻術 是幻術 你媽媽也看錯我幻術 其實沒有這件事 是 那個空間的結界 大家都看到同一件事 是 看到同一件事 但是他就說 這個是他唯一 這麼大的體驗 但是當時所有人都說 在他鄉下裡 其實就有胡仙 不過有些白有些不白 是 因為他北方 這個 胡仙 其實到今時今日 大家去研究胡仙的文化 他裡面牽涉了很遠古的那個 印度文化如何傳來中國的淵源 甚至現在有些學者就認為 有很多其他反對者就說他大業不道 中國文化 你不要當他全部都是本土裡 即是本土自己是出現的 其實是外內文化 有很多容納 變成了華夏文明 其實裡面那裡不需要那麼介懷 一定是否本土生 因為如果你找到出來 就越找越多 原來是外來文化 譬如胡仙這件事 就更加明顯 整個河南的文化 甚至遠古到商朝的文明 他不止 他說的應該是大嶼時候的屠山士 Exactly 因為當時他們應該是被人打走了 因為不同人一起住 因為牽涉到皇帝鳳族的文明 鳳王也是從印度來的 這種文化來的 鳳來的時候 跟龍是恩親 變成華夏文明裡面 之前就是東西南北的一種會聚 文明的會聚 變成中國的文化出來的 我想如果大家來講那裡 就不要叫做小中華文明 其實這個中華文明可以拉到很闊 又不是這樣叫做石頭爆出來自己的本土 一一地獨大 就不要這樣去看 當你越去遠古找這些 即是回歸一種 找這些史實 你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大家整個世界 是很早已經互傳的 那些文明 那就是九美湖 九美湖就簡直是印度來的 是呀 坦紀就是九美湖 是呀 坦紀 拿渣那些 你一聽這些名字 都不是中國名字 不是 坦紀 她應該就是很黑的 即是黑妹 還有她姐妹是琵琶晶 琵琶晶都說琵琶都不是中國 就是西域傳過來的 即是在那個時期 其實你如果說那個叫商朝 即是說我們的中國文明 開始有一個叫做 比如有一些叫文物 還有是由一個叫做傳說 變成了有少少歷史的淵源 紀錄出來 歷史的文化紀錄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因霜開始有這個紀錄出來的時候 它裡面都碰到很多 一些叫做 從西方已經有流移過來中國的那些線索 不是 所以大雨治水未必在中國治水 可能在其他地方治水 不是 大雨就是應該從南方那裡開始起的 那時候已經治水 即是說水位很高 那個高度可能有幾個海島 從那個海島那裡 可能現在內陸的一些高 最高的一些山 可能泰山 那裡 開始慢慢慢慢退水 這樣來去做的那個 治水的行動 就是這樣解釋 那它胡仙呢 它就寫得很詳細 我想它都很大蝙蝠射去講這個 情有獨鐘 我相信跟它自己本身那個地方的 就是本土信仰有些關係 是 江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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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其實所謂胡仙 仙胡 跟我們所謂見到的真正的胡理 是胡 是不同的 胡和李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只不過我們將它混合 果子梨其實不是胡 他說鮮胡和野胡的歌分別是甚麼呢 他說鮮胡好像人有指甲 是 是 他那個 會好像人那樣 是 有指甲 有指甲 是 野胡是甚麼呢 是歐爪 是爪來的 不是指甲 是 鮮胡呢 他在世上其實是很多的 年紀都很大 相對於人來說 可能是幾百年 但是這些鮮胡 他原本的色是黃色的 是 他到一千年之後就變白色 到一萬年之後就變黑色 所以在他們的地方就叫千年百萬年黑 是 要到千年的鮮胡的時候 他才開始那個圖裡面有單 即是年單 即是年單 是 懂得拜月 拜月那些說其實就不是修煉 那些是武術來的 那些是他們的那種信仰 是信仰 即是胡理的信仰 胡理的信仰 他說到了他千年之後 其實他已經開始可以變人形 是 變人形出來 到了萬年 即是變黑狐的時候 那些就更厲害了 那些就更有法力 是 是 那來到香港 即是傳說的七姊妹道 即是德國七姊妹道 那兩個胡仙姊妹 已經是黑狐 其中一隻是黑狐 七姊妹道的傳說是怎樣 那個就是有一個在搭電車的時候 是看到有兩個好像雙妹蜜的故事 他就跟了他去下電車 誰知去到一個海灘 去到近海灘的時候 就有一間屋 他就說 你在這兒跟我們 是不是喜歡我 就是這樣 於是就跟他有一個傳說是這樣說 有一種溫柔 那些人生病 後來他醒了 有人發覺 他被石頭壓住了 那這個就跟那個 在銅鑼灣的那個什麼大廈 裡面那裡 那些胡仙故事 大家都拿出來去說的 一個叫做 胡仙南下到香港的幾件的胡仙事件 他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我一說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立即 都記得了 我們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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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簡單的 我們講過了 因為某朋友 張年時報道很大 又拍了2K 叫做大迷傷 那時候我都在那個大廈那裡 見到那個胡仙的那種跡 我都曾經去過看過 其實也是挺像的 最有趣的是這樣 這個叫做人的形化 我講出來那裡 我想你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他真的這麼像的 他還有眼耳口鼻 是的 我還沒看《阿仙華》中完事件的時候 我又覺得 這個很可能都是一些所謂作大 但如果你看之後 你會發覺 可能只是因為這幾十年的原因 即是蓋住Case 這個胡仙的信仰 是相當相當之普及的 是 是 因為 他講的一個項目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他說胡仙是 在《危盡難不治》的時候 已經開始說 一直說到 即是沒有斷過的 沒有斷過的 這種傳聞 還有一種純拜 可能有人會拜胡仙 拜胡仙有時候會 令到你可以有些 心想事成 尤其是錢財方面 是的 所以那次我們講胡仙 我們也提過 日本也有拜 有 日本也有很多 有間廟 很多 就拜這個胡仙 至於具體跟胡仙的交往是怎樣呢 我們下次回來就說給大家聽 下次回來就告訴大家